朋友们大家好 三嫂又带制作唇膏了哟 手工做的唇膏太受欢迎了 上次做了一些 我刚把视频发出来 然后大家就把它预定走了 这次我又做了一些 这些呢也有很多朋友预定好了 一直没有空做 因为前几天到柜林去陪我婆婆了 所以有空把它做好 主要是咱们这个唇膏啊 这些材料都是非常非常简单 而且都是那种实用级别的 一个就是茶籽油 茶籽油是我自己炸的茶籽油 就那种小果茶籽油啊 然后还有就是蜂蜡 蜂蜡呢也是那种野生的蜂蜜 我炸压那个蜜出来 剩下那个渣我做出来那个蜂蜡 然后加那个维一 维一也是那种实用的 都是很简单的材料在里面 可以吃的挺高的 对就是可以吃的那种可以吃的垂膏 所以说才受大家欢迎 没有任何的其他不好的东西 添在里面 可以了已经开了 关了火 关了火之后 把这个围一给放进来 穿戈 穿戈 啊 啊 啊 一把打打 啊 灌好了 由于是手工灌的唇膏 很多都漏出来了 要用干净的纸巾把它擦掉 然后上面会有一个的小洞 还有就是因为我这个是自己熬的风腊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唇膏里面会有一些小点点 就是那个风潮掉下来的那个渣 少黑一点点 先拿一只来给自己用 来 这是这样子的 试一下 在我手上 好滋润吧 还没有 还没有 干干净净 像我这种嘴巴干燥的 像我这种嘴巴干燥的人 我一年四季都要擦唇膏 口袋里时时都会准备有一只的 都会有放一只的口袋里面 什么时候嘴巴干了 就是什么时候拿来擦一下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